仿佛进入时空之门 回到民国年初 装潢飘着浓浓复古味 就连美食也很古早味 这是他的装潢 十几面一上桌 赶紧先喂饱手机 因为这么有份量的面 还是头一次看见 不过这还不是最大碗 十元份的量在这里 大碗十几面一个人环抱 还有点勉强 里头的料更是丰富 鲜虾放了十多尾 猪肝猪皮猪肉鱼板蛤蜊鹅啊 光是一样样点名 就花了我们不少时间 曾经带过小朋友全家一起来 所以我们觉得那个大碗工的面 非常吃起来很有味道 而且它里面它的料真的很多 要完成这碗十几面 工程更是好打 倒入熬煮三小时的高汤 以及数十种料 水滚再放才不会流渣渣 另一头还有两个炉子 正在煮五台精的油面 不时要控制火候 一次使用三个炉灶 才能完成这碗巨无霸十几面 我老婆永远没来自在市场 不要再放光鸡 所以要用鱼 不然放石头也显得百丝好看 放在那边好 好像真正有 不然煮变好不好 突发奇想的料理还有这道 少洗的米酒 紧接着豆腐乳也要打成泥 把刚刚做好的蒜头辣椒泥 一并跟排骨搅拌 老板还多了豆豉 提升咸度以及香味 腌制了两天再入锅 炸起来的排骨因为颜色略黑 被称为黑排骨 可是店内招牌 肉质微甜香嫩 不用沾酱 单吃就很够味 外层稍微入口 有一点点那种焦脆的感觉 变成排队名店之前 也是有过失败 老板吴建成十几年前 曾跟别人合伙开餐厅 没想到惨培 老婆张玲玲说服她 笑把外婆面摊卖十几面 创业初期 两人常在工作上产生口角 不过简单 如果说 先卖妹妹在菜煮煮的话 我快饱饱了 帮我 你妹妹才帮我去买 我买烧帕也不快 我去旁边给你卖加油 但回想当年结婚时 外界认为是美女配野兽 两人不顾家人反对 坚持患难与共 再大的怒火 很快都会烟消云散 她很不情愿来跟我开这家店 真的 为什么 她厨师 她出去我中婆 我才不太 我才不太 我没有做朋友 我有做头厨 所以她很不屑 她就很看不起我们的面殿 喜欢豆嘴却又互相陪伴 度过事业低潮 重生之后更珍惜彼此 两人的爱情就像这家店一样 立志要永续经营 太好了 我就摆了 这家人 远行的